无论身在何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乡 无论走得多远,每个游子的心里都有一个归家的梦 朋友们好,今天分享的内容是 世上最幸福的路是回家的路 有一条路,也许你一年只走一次,但是却在熟悉不过 有一条路,也许不比城市的热闹繁华,但却从不寂寞 有一条路,它承载着你的思念和家人的期盼 它可以是所有人眼中的平凡的路 但对于你却意义非凡 无论身在何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乡 无论走得多远,每个游子的心里都有一个归家的梦 世上的美景无数,可最美的风景却是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无论多远,多难,也要在那一天赶回去 一个人在外不管吃什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累 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回家 那个远方的家,也许在大山深处 通往家门的路崎岖不平 也许在城市的异域 隔着距离看城市的繁华 也许,那个家在中国一个普通的 不能在普通的小乡村 村口,是一棵看着你成长 也目送你离去的一棵老树 想起那条和记忆相连的路 心里的温暖就会泛滥 每一次的临近年关,人潮汹涌中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踏上回家的路 那条路,也许有风,有雪 有尘土飞扬 可在每个收拾好行囊 准备启程的人心里 那条路上始终有最美的风景 那条路的尽头 是安放你疲惫 也接纳你忧伤的地方 是给予你温暖 也抚慰你心灵的地方 人是奇怪的动物 在年少时 总向往着远方的风景 总想着能有一天离开家 而且离得越远越好 仿佛只有这样 才意味着自我的独立 可终有一天离开家 离开了爸妈 然后又开始思念家的温暖与温情 在别人的城市 总觉得自己是个没根的人 每每想起故乡 那里的一切都成为独有的回忆 当在飞驰的列车上 想想与父母相见的刹那 想想又长高不少的孩子 窗外的风景 即使是一片枯黄 入眼也是最美的风景 有人说 回家的路一直都在 只要心里有爱 还有人说 回家的路 是一条熟悉的陌生路 外面的风景再美 也敌不过回家的那条路 时刻记得回家的路 无论走得多远 你都不是无根的扶贫 家是每个人最后的灵魂归宿 有空 用自己的方式尝回家吧 带上爱和期盼 踏上那条风景最美的路 一路向着温暖出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并且让您深有感触 请留言分享您真实的感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故乡 在遥远的地方 我的故乡 在美丽的天堂 彩云缭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